欢迎收听《卢岳刚著赵紫阳传》 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 下卷 第六部 总书记大秘书长 1987-1989 第27章 六四 下 拯救 第五节 放下屠刀 知识分子对赵格讲话有着更激进的理解 5月17日 北京知识界继5月14日紧急呼吁 5月16日516声明之后 发表了后来颇具争议的517声明 有关赵邓关系 517声明文字不长 全文赵路如下 从5月13日下午20起 3000余名同学在天安门广场 进行了近100小时的绝食 到现在已经有700多位同学晕倒 这是我们祖国历史上空前悲壮的事件 同学们要求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 要求现场直播和政府对话 面对我们祖国儿女一个又一个倒下去 同学们的正义要求迟迟得不到理睬 这就是绝食不能停止的根源 现在我们祖国的问题已经充分暴露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 这就是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 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 丧失了人性 这样一个不负责任和丧失人性的政府 不是共和国的政府 而是一个独裁者权力下的政府 亲王朝已经灭亡了78年了 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 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 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 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 没有这个独裁者说话 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 在同学们进行了近100个小时的绝食斗争之后 已经别无选择 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独裁者来承认错误 现在只能靠同学们自己 靠人民自己 在今天我们已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 从现在起 同学们100小时的伟大绝食斗争 已取得伟大的胜利 同学们已经用自己的行动来宣布 这次学潮不是动乱 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 埋葬地质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 让我们高呼绝食斗争的伟大胜利 非暴力抗争精神万岁 打倒个人独裁 独裁者没有好下场 推倒426社论 老人政治必须结束 独裁者必须辞职 大学生万岁 人民万岁 民主万岁 自由万岁 关于邓1979年理论务区会发表四个坚持讲话 1983年清乌 1986年底 1987年初反自由化 1989年学潮425讲话 总体而言都是针对知识分子自由化思潮的 知识分子对待邓持矛盾的心态 爱之 怨之 恨之 爱其非毛化 大力支持改革开放 建设一个强大富裕的现代国家 愿其独断专行 左右摇摆 维护毛的政治法统和专制极权体制 恨其血腥镇压学运 1979至1989 邓的十年 小平你好开始 打倒个人独裁结束 以赵葛会晤谈话为分界线 知识分子公开宣布反邓与邓决裂 517声明 文字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 闫家琪起草的 闫家琪包尊信等35位学者作家签名 这篇声明影响广泛 其效果引发了持续的争论 陈一兹说 闫家琪认为 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谈话 是赵紫阳向邓小平摊牌的信号 我不认为是这么回事 这恐怕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主观判断 而这种误导造成了口号升级 确实加剧了矛盾 我一看他们的宣言就觉得糟了 这等于把邓小平推到了死角 等于是要鱼死网破吗 我觉得从道德伦理上 他没有讲错 是那么回事 但是从责任伦理 政治伦理上来讲 就是加剧了矛盾 实际上 家琪他们的宣言 是邓小平最后下决心的一个导火线 严家琪对摊牌说 极其后果进行了辩护 有些人说 是我把事态扩大了 也有人说 严家琪的五一期宣言 给赵紫阳造成了损害 我不这样认为 宣言中的一些话 赵紫阳自己都讲了 那我写上又有什么关系呢 况且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 让邓小平下台的呼声 已经很多很多 不过这件事 是使暴童遭受迫害 使我至今流亡国外的一个原因 第三个签名的人是李南勇 后来也很倒霉 他已经去世了 我在任何公开场合 从来没有批评过陈一兹 但他居然在香港的报纸上说 严家琪写着五一期宣言 当天晚上就拿到邓小平家里去了 邓小平家里的人气得不得了 好像邓小平决定镇压 是由于我写的宣言刺激了他 我觉得这是讲不通的 镇压怎么会跟五一期宣言有关呢 5月17号 包尊信还在天安门广场征集签名 5月18号早晨才在香港发表 而5月17日下午 邓小平就已经做出了实行戒严的决策 实际上没有关系嘛 但是严家琪在斟酌确定五一六声明时 就明确讲了 最让邓忌惮的文革五一六通知的含义 5月16日 郑义、苏小康还有老鬼等一些人到我家里来了 他们说我们要发一个声明 叫五月声明 我看了以后说 不能叫五月声明 谁管你五月不五月的 就叫五一六嘛 五一六让邓小平一听 就把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了 我说震动一下 叫五一六声明 所以五一六声明是我提议的 邓得到五一六声明 应不是5月18日香港报纸发表后 严家琪的判断会有误 事实上5月17日 广场上就有人知道了声明的内容 这就是所谓的拱火 戴琴批评严家琪等更加苛刻 称他们为一批不知就理 没有分寸感既糊涂又急躁的书生 凡是不喜欢他的人 希望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不管哪种说法 当事人赵对于五月十六日 与葛谈话的严重政治后果怎么看 应该受到重视 五月二十八日 既在李鹏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 宣布北京部分地区戒严 赵实际上已经不能履行 总书记职务八天后 赵非同寻常地给邓写了一封信 给予详细的说明和解释 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 最近我越来越多地听到反应 我与戈尔巴乔夫的讲话 产生邓小平同志的不利后果 我现在十分懊恼 产生这样不好的效果 是我原来没有预料到的 在深感愧愧的同时 我还想向小平同志说一下 我当时的真实想法 十三大以后 我在接待外国党的主要领导人时 曾经多次向他们通报 我们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议 小平同志仍然是我们党的掌舵人 我的目的是让全世界更明确地知道 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 并没有因为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 这次访问朝鲜时 我也着重向金主席通报了这个情况 跟戈尔巴乔夫讲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惯例了 问题在于这次做了公开报道 我从朝鲜回来时 听说小平同志关于学潮的讲话 广泛传达后 社会上议论 常委向小平同志汇报 不符合组织原则 议论得很厉害 我觉得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 在戈尔巴乔夫来访的前一天 我与工人和工会干部座谈时 会上有人提出类似问题 当时我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 做了说明 效果是好的 他们说我们过去不了解 现在知道就好了 参加这个会的 还有乔石 胡启利 延明富等同志 因此我就考虑 如果公开报道 说明一下 也会产生这样的好的效果 我当时的确就是这样想的 我和工人对话时还说 请大家想一想 是谁领导了拨乱反正 设计推行改革 开放政策 是谁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现在又打开了中苏关系 是谁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 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 都是小平同志 这些供给在历史上 都是要大书特殊的 我讲这些话当时工人们反应很好 打动了他们的心 这些话也是我对小平同志的真实态度 是不会改变的 无论到什么时候 我都不会反对小平同志 我知道以后没有机会直接见到您了 但我觉得这些话还是需要对您讲 故写信送上 祝健康长寿 赵紫阳 1989年5月28日 赵的解释是最早的事故说 赵在政坛处理上下级和备奔关系 保持着某种分寸和自尊 中共建政以后 在广东处理与叶剑英逃住的关系 到北京后处理邓陈等政治老人的关系 尊重尊敬而不失独立人格 邓对此印象很深 因此邓在1989年初 让李鹏带话时说 赵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独立思考的前提是独立人格 是中共政治文化中最缺乏的品质 邓这种一言九鼎的人 嘴里说出这种话不容易 当然在老人政治的语境里 邓的表扬似还应反着看 独立思考也意味着 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做法 难免产生二心驾驭不住 赵给邓写这封私信 甚至非同寻常的使用了懊恼 毁馈这样的重的感性语言 说明赵极在意 赵不愿意给邓 给世人留下推卸责任 出卖邓 忘恩负义的误解 而与哥的讲话传达出来的信息 让熟悉在中国政治事务中的国外权威媒体 也解读为赵不愿意为邓承担镇压的责任 即使没有谢泽的动机 起码是不合时宜的 赵在信中说 无论到什么时候 我都不会反对小平同志 并用了惊叹号 无非是想说 即使不同意邓的强硬决策 赵的心方针制止暴力镇压的同时 也是为了邓的形象着想 而不是姚依林、李鹏所说的 打邓、保赵、倒礼 对赵而言 缺乏推卸责任的动机 却明确有挽回邓425讲话 和根据邓的讲话而发表的 426社论负面形象 负面影响的动机 赵软禁期间邓去世 赵要出席调演仪式 不准 赵软禁期间多次对女婿讲 邓对他有之欲之恩 他最大的遗憾就是在邓生前 没有向邓解释清楚 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 从个人厉害的角度看 1976年初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对于赵 局面比六四严峻得多 邓当时已经是只死老虎 江青在京西宾馆 打招呼会议上 点名让赵起来揭发批判邓 赵地位岌岌可危 却严守了邓与他私下谈话的敏感内容 没有邓 没有赵 没有邓的支持 绝无赵北京十年总理总书记的改革工业 邓是赵的阳光 也是赵的阴影 赵享受阳光 却摆脱不了阴影 过于刻意执着发力过重 反而透露出了某种内心植入甚深的焦虑 事已愿违 酿成不可挽回的事故 这种焦虑姑且称作是赵紫阳焦虑 真正拥戴邓的恰恰不是胡乔木 邓丽群 李鹏 姚依林这些人 而是胡赵 真正执行邓改革开放方针的 也是胡赵 左派反对派核心人物承认 中共党内有一个与邓小平 在许多问题上相对立的左派领导人 陈云 李先念 宋平 姚依林 邓丽群等 但是邓在历史转折的关节点上 信任和依靠政治盟友 却不是胡赵这样的改革派 而是会挖邓改革祖坟的左派保守派 历史的复杂残酷 便在于此 邓这些元老 是在党内斗争 阴谋论的血雨腥风中 极其挤落杀出来的 当然不会相信赵的剖白 5月17日上午 邓在家接见了一些念 已明确表示了导照意图 与1988年底 导照集团正式合流 5月17日下午决定戒严 5月28日 赵致信邓的这一天 赵的前秘书 中央委员 中共中央政改办主任 暴同 被秘密逮捕 关押在秦城 后已泄露国家机密罪 判处有期徒刑7年 成为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来 中共党内最大的政治犯 这就是邓的回应 六四后 十三届四中全会 给赵的错误定性时支持动乱分裂党 没有邓的同意 这种无厘头的错误 总书记制造动乱分裂党 绝不可能写入全会公报 并且维持到赵去世 没有邓的同意 也不会非法软禁赵15年 继四人帮之后 制造了一个以赵为首的准反党集团 搞了一轮不大不小的清党 政治局常委胡启立 书记处书记瑞信文 书记处书记闫明复等温和派重要人物 均被降职处分 胡启立任积电部副部长 瑞信文任国家纪委副主任 闫明复任民政部副部长 中共中央政改办三所一会 八十年代积累起来的政治学术精英 或被逮捕或流亡或自谋职业 做鸟兽散 改革重镇如国家提改委等部门 也受到重创 赵对错误定性的反应出乎意料 5月20日 北京部分地区宣布戒严 杨尚昆就托人带话 让赵做检查 像胡耀邦那样当个替罪羊 被赵断然拒绝 羊让身边的工作的干部子弟 找赵家允学给赵带话 是赵最反对的国家重大问题 私人渠道化的北京政治运作方式 因为这是标准的阴谋政治 粉碎四人帮前后的滥伤 一直延续到了六四 赵说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6月19日至21日 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 主要内容是解决赵紫阳胡启立问题 李先念 邓颖超 王震 宋任琼 徐向前 于秋里 万里 胡乔木等老人 列席会议 这个会议实际上是即将召开的 十三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赵出席了会议 老人批判发言中 在会上 发言语言最恶劣 充满污蔑之词 并且做人身攻击的是李先念 李先念在准备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言稿时 对操刀者 肯定列宁的小生产 每时每刻都产生资本主义 现在中国的小商小贩 不是每日每时在产生资本主义吗 党内斗争不是阶级斗争的反应吗 和赵紫阳的斗争就是 赵的思想是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私有制股份制 就是要把大企业卖掉 他提的没有一条是社会主义的 李先念 陈云此事完全运用了阶级斗争的观念 来看待六四党内斗争 李先念赞同毛泽东搞人格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 陈云说 他赵紫阳就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但是谁都明白 赵这个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的后台是邓 赵推行市场经济是邓全力支持的 经济体制改革批赵就是批邓 否认十三大的报告 否赵就是否凳 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中国政治逻辑 6月20日 赵针对李鹏代表其他三位中常委 乔石 胡启力 姚依林的四人联合发言 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 所犯错误的报告 中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相关指控 不满主持会议的姚依林只能讲10分钟的限制 发表了20分钟的关于六四事件的自变发言 逐条驳斥 并要求将这份自变发言印发即将召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 自变发言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临近结束时印发全会 但很快收回 赵参加了十三届四中全会 在小组会上又做了一次辩护发言 下台总书记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中央全会上不检讨 不违心地承认错误 不服从组织结论 公然维护自己的原则立场 这在中共建政以来是第一次 对与会者的震撼和对中共政治文化的冲击可想而知 赵本人有最坏的打算 准备自变发言后被开除党籍 赵的专案组组长王任仲 上任以后与赵有多次谈话和书信往来 焦点都是围绕着赵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问题 迫使赵认账 从往来的信件看 赵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毫不动摇 王很恼怒 8月8日 王致信赵 指责赵继续坚持与中央对立的立场 王说 你五四讲话和五一六讲话 是不仅在认识上 而且在行动上公开占到了大多数同志和小平同志的对立面 是向中央和小平同志摊牌 你作为一个有几十年政治活动经验的人 不会不清楚这种做法的性质和后果 是什么促使你下了这样的决心 王任重等政治老人与严家祺等知识分子一样 也对赵对哥的谈话 持着摊牌说 赵写信回应说 我们相识已有几十年的时间 你应知道 我这个人并不是胆子很大 意志特别坚决的 然而在这次学潮动乱中 我的不同意见却表现得异常强烈 这使得不少同志感到不好理解 你的来信中也提出 是什么促使你下了这样的决心 有的同志因而怀疑 我是否觉得自己政治地位岌岌可危 为了保住自己 或者加强自己的地位而求助于学潮 同志们做那样的推测 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奇怪 但是实在说 这样的推测并不符合事实 也不符合我当时的思想实际 宝赵的动机不存在 赵说 就在我出访朝鲜临行前 我到小平同志处的时候 小平同志又当面谈了 我国人事格局要稳定 我要搞两届总书记的问题 并说陈云李先念同志都同意 还说等我访朝回来 要开个会谈一下这个问题 当时小平同志还同我商量 完了出席这一会议的名单 由于有以上的这些情况 所以无论如何 我是不会感到自己的地位 有什么不稳的 结论是 没有向邓摊牌的动机 近四千字的回信发出以后 意犹未尽 又紧接着给王任仲写了一封信 信不长 涉及到了赵的一些想法和重大史实 故全文照录如下 任仲同志 9月1日给你的信中所谈的第一个问题 现在想再补充一些情况 现在有不少材料和公开发表的文章中 一再提到 岛顿保照风 姑且不论事实上有没有这股风 并且怀疑我与这股风的风源 有什么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有的还明显的影射了 我想借助它扩张自己的实力 加强自己的地位 或者达到其他什么个人目的 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事实上 我是一直把自己的政治命运 和小平同志的支持与保护连在一起的 无论国外舆论 国内的人们的看法也都是这样的 我一向认为 如果小平同志早一点退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对政治局常委和我本人的领导权威 只会大大削弱 而不会有任何的加强 早在筹备十三大的过程中 我这个看法就一再表示过 我一再坚持要小平同志继续留在常委 认为小平同志如果退出 新的政治局常委 就不会是一个有领导权威的常委 总书记我也干不了 最后我也是在小平同志不全退 并且继续过问大的问题的情况下 才接受总书记这个职务的 这一情况 当时参加十三大人事安排的几位同志 都是知道的 去年下半年 我国经济生活出现一些困难 同志们对我有不少意见 在面临困难的情况下 我更加感到小平同志继续留在目前岗位上的重要性 今年春节以前小平同志准备去上海 我去看了他 他很严肃的对我说 有一个问题他最近考虑了很久 现在还没有向任何人说过 他要从军委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 由我来搞 我当即说 您无论如何不要再提这件事 现在我们的改革开放正处在困难时期 党内外议论不少 您是稳定全国局势维系人们信心的重要因素 如果现在发生什么变动 将会使人们的信心 局势的稳定性发生问题 我要求您 无论如何 现在不要提这件事 至少在一年之内 对任何人都不要再谈这件事 小平同志听了我的话 沉沿了一下 说好吧 那就不再提这件事了 接着小平同志又问道 我对改革开放的形势如何看 我说今后五年是关键 只要五年之内 您的身体不出大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的困难就可以过去 如果五年内 您的身体出问题 那形势如何就难说了 他听后表示说 根据现在的身体情况 估计五年没有问题 这次我和小平同志的谈话 谈得比较深 也是出自肺腑的话 从这里看到 我对小平同志的进退 去留和身体状况 同我国的政局稳定 私化前途 以及我的处境的关系 是如何认识的 这也可以印证我的一贯思想 我一贯认为 在我们国家和党内情况 都非常复杂的局面下 只有小平同志 基于决策者的地位 才有利于全国稳定 我的工作才好做 小平同志退得早了 无论从全党 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还是从我个人的工作来考虑 都是非常不利的 小平同志在位 只会对我的工作有利 丝毫不会妨碍我什么 宝照与倒凳两者之间 是完全相冲突的 而没有任何一致点 所以把我与所谓的 倒凳保照风连在一起 是没有任何道理与事实根据的 以上共考虑 致以敬礼赵紫阳 1989年10月 两位老熟人 皆是古兮老翁 知己知彼 过起招来 都是关节要害处下手 赵的信 都是刚笔字 亲自书写 笔调沉稳 逻辑整溢 毫不闪烁 有一种克制的激情 和不易动摇的信念 王信的基调 则是阴谋论 步步紧逼的老大 赵这封信和前一封信 是赵第一次将十三大权力格局 邓对中国稳定和改革开放 不可替代的权威作用 以及邓赵利害关系 向第三者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邓赵谈话 谈得比较深 八字肺腑 说明邓对赵的绝对信 和赵对邓的绝对真诚 这是当时中共的最高机密 赵提醒王仁仲 这位八十年代初期 就因为反对改革边缘化的政客 邓赵谈话 以及中国政治结构的基本性质 是判断是否操纵 倒邓保赵峰的前提 426社论发表后 邓的强硬态度曝光 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绝大多数是负面评论 4月27日 在总参同一部门工作的邓的女婿 对赵的女婿王志华说 老爷子已经定了 恶人他来当 王志华说 我认为是邓家在传话 信号很清楚 邓要来应的 赵访朝回来以后 我跟他讲了 他也没在意 他始终认为 他能说服邓 5月16日 赵葛会晤 晚宴结束后 赵召集了紧急常委会 在常委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纠正426社论的决定 自己愿意承担责任 赵在会上说 我已从朝鲜打回电报 赞成小平同志的决策 所以我对426社论也应该负责 赵的提议受到了李鹏抵制 常委会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但是通过了赵紫阳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谈话 5月17日凌晨 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 同学们 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 乔石 胡启力 姚依林同志 向同学们讲几句话 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治 反对腐败 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 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 同时也希望同学们保持冷静 理智 克制 秩序 顾全大局 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请同学们放心 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账 我还要告诉同学们 中央对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非常重视 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同学们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要求 提出和采取民主和法治的建设 反对腐败 推进廉政建设 增加透明度等实际措施 同学们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担子 最终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 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的时间还很长 中央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 停止绝食 尽快恢复健康 这样中央就放心了 你们的父母教师和广大群众也就放心了 同学们回去以后 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 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下去 我再次呼吁同学们 停止绝食 祝愿同学们尽快恢复健康 但是这个谈话被激进的学生领袖傲慢拒绝 5月18日中午11点 李鹏接受胡启丽的意见 在人民大会堂与绝食的学生代表见面 李开场白后 沃尔开西首先发言 李总理你刚才说我们只谈一个问题 而现在不是你请我们来谈 而是我们广场这么多人请你出来 至于谈几个问题应该由我们来决定 广场上现在已经有许多人昏倒了 你大概也清楚 我想重点是如何解决问题 昨天中央常委的书面讲话 我们都听了 我们认为这还不够 很不够 我们提出的条件你们是知道的 既拒绝了李也拒绝了赵 关键还是邓 赵不想放弃说服邓的努力 5月17日上午 致电邓办 希望单独见邓陈晴 结果是下面赵的回忆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只有见邓陈述我对修改社论的意见 17日我就打电话要求见邓 随后邓办就通知我 下午到邓处开会 常委和尚坤都到了 当时万里出国 他每次都列席常委会 我本来是要求见邓个别谈的 邓决定到他家开常委会 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 我在会上先讲了我的意见 大意是 现在学潮在发展 形势在恶化 十分严重 学生 教师 记者 科研人员 机关干部 都有不少人上了街 今天估计有三四十万人 工人 农民 有不少人同情 所以如此 除了腐败 透明度等热点问题之外 主要是各界责备党和政府 对学生绝食 为何麻木不仁 见死不救 而同学生对话 主要卡在426社论的定性上 426社论引起这么多人误解 一直对立 总有说不清楚 或者不正确的地方 现在唯一能够立即见效的 就是必须对社论的定性松一口 这是关键 可以赢得社会同情 我们给学生脱了帽子就比较主动了 如果绝食脱下去死了人 势必火上浇油 如果采取和群众对立的措施 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现实危险 在我陈述我意见的过程中 邓的表情很不耐烦 不以为然 我一讲完 李鹏姚依林立刻站起来批我 把学潮升级的责任 全部归结为我5月4日在亚银子讲话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们指责 我在亚银子讲话 过去他们实质上反对 但是没有这样公开说过 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从两个人对我肆无顾忌的攻击 可以看出他们事先与邓之间已经有了默契 胡启力当时发言主张修改社论 乔史没有明确表态 尚昆不赞成修改社论 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不好的作用 他说廖汉生主张戒严 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 本来尚昆一直反对戒严的 这时候他转述廖汉生的主张 实际上是他改变了主意 最后邓拍板说 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 四二六社论定性的正确 学潮之所以不能平息 问题就出在党内 出在赵的五次亚银讲话上 现在不能再退了 否则不可收拾 决定调军队进京 实行戒严 并且指定由李鹏 杨尚昆 乔史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 邓讲完以后我就表示 有个决策 当然比没有决策好 但我非常担心他将带来严重后果 我作为总书记 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 邓说如果这个决策错了 由大家共同负责 李鹏在会上还提出 常委会议经常有人把内容泄露出去 内部有坏人 爆童就是一个 我就反问他 你这样讲要负责任 你有什么根据 他说我有根据 以后告诉你 会开完我就走出来 邓是否又留下他们谈了些什么 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当时心情很不平静 我在思考 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动用军队 镇压学生的党的总书记 回家后 我愤然让爆童为我起草了一封 向常委辞去总书记职务的信 在当天夜里召开的如何贯彻戒严的常委碰头会上 当谈到要我主持宣布戒严的干部大会时 我没有接受 我说 看来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尚昆针对我的话说 现在不能提这样的事 人事格局不能动 就是说 我这个总书记不能动 我的辞职信送到中办秘书局尚未分发出去的时候 尚昆就知道了 便打电话 再三劝我收回承命 尚昆说 这个消息一传出去 将使形势更加激化 不能火上浇油 我接受了他的劝告 18日通知中办 我的辞职信不要发出 后来由秘书把辞职信收了回来 在场的人都听明白了 决定戒严 镇压难免 赵不想让自己的双手 沾上学生和平民的鲜血 对此邓当然不满 很不耐烦 不以为然 邓的讲话 赵复述简约 邓小平年谱的记载 则大而化之不到100字 这一天 邓召集的常委会和做出的调军队进北京实施戒严 可称作517事变 李鹏六四日记的记载要详细的多 李鹏说 其实问题看得一清二楚 现成的例子就是匈牙利 一闹就让 让了一步 再闹 再让第二步 还是不满足 再闹第三步 永远不会满足 除非共产党垮台 邓的决定说明 邓有两个抹不去的阴影 一个是文革之乱 一个是匈牙利事件 当初刘少奇和邓代表中共中央 在苏联参与处理匈牙利事件 中共主张镇压 邓更是直接了当地提出 先要掌握住政权 不让政权落在敌人手里 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 坚决维护人民政权 中共的意见 促使苏共下决心镇压了匈牙利的民主运动 历史的调误处在于 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当事者 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 纳吉曾经是共产主义国家 支持动乱分裂党的反党反革命头子 被绞死 后来又被平反成为了 共产革命国家伟大的改革者和民族英雄 而邓小平在1976年清明的四五事件中 被称作中国的纳吉 现在邓把六四学潮看成一个中国的血压力事件 5月17日的会上 就差指着鼻子说赵是纳吉了 赵决定分道扬镳 赵回到家 请在家等候他回来的鲍童写辞职信 赵对鲍童和在场的另一个秘书说 中央做出了决定 我不能告诉你们 我现在的情况已经不能执行这个决定 我想写一个辞职信 请你们带你一下 报问赵辞去什么职务 赵说中共中央总书记 报问还有呢 他说还辞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 辞职信写完以后 赵看完后一字不改 即刻让秘书送到了中办秘书局 晚饭前赵在书房召集了赵家历史上 唯一一次家庭会议 赵说他准备辞职 老伴梁伯奇说 你怎么想就怎么做 孩子们说不要考虑我们子女 赵说局面很严重 没想到你们这么开通 辞职信一交上去将会对你们有重大影响 如果你们没意见 我就不会有顾虑了 家庭会议不到十分钟结束 对今天的局面赵有预料 赵当总理总书记 从不提字 赵曾经说我这种人搞改革 没有好下场 将来打倒了 提字该怎么处理 接下来发生的事是 5月19日晚 李鹏宣布北京部分地区戒严 绝食学生宣布停止绝食 进行静坐示威 继续占领广场 5月20日 李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关于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 北京市长陈希同签署了北京市政府令 宣布20日实时起 对东城区 西城区 崇文区 宣武区 石井山区 海淀区 朝阳区 实行戒严 首都知识界300余人 紧急散发 紧急呼吁人大常委会提出弹劾李鹏案 中共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 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 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三所议会 散发关于时局的再次声明 5月22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 发出了关于尽快恢复首都正常秩序的通告 5月23日 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成立 包尊信签发了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宣言 5月27日 万里转向 在上海发表书面谈话 称种种情况表明 确实有极少数人 在搞政治阴谋 利用学潮 蓄意制造动乱 严重干扰了北京 乃至全国许多地方正常的社会 生产工作生活 教学科研秩序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我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完全同意李鹏同志和杨上坤同志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5月30日由中央美院学生制作的七米高的民主之神雕塑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北侧 面对天安门城楼的毛巷 高自联发表民主之神宣言 6月2日 刘晓波 侯德剑 周舵 高新宣布绝食 并且发表六二爵士宣言 6月3日晚 解放军戒严部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学生市民开枪 6月4日凌晨 静坐示威学生和围观群众和平撤离广场 戒严部队清场 六四血腥镇压死伤人数莫中一事 至今没有确切的数字 官方公布的死伤数字 大多亲历者认为不可靠 如同50年代的匈牙利事件 60年代的布拉格之春 和70年代的天安门事件 六四被官方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报道 几乎重复了1976年四五运动的情景和说法 赵知道血腥镇压即将发生 仍然不放弃最后的努力 517邓家会议 决定戒严以后 519晚上宣布戒严前 5月18日或19日晚 赵派车让儿媳妇李娟娟 专程去小祥凤胡同的叶选宁家 李娟娟是叶选宁的部下去探风 探杨尚昆的风 会不会开枪镇压 因为赵知道杨是戒严决定的具体执行者 叶选宁跟杨走得近 李娟娟到叶选宁家 叶拉上窗帘把家里所有的插座插头都拔了 防止窃听器 双方十分默契 问答都没有主语 李问情况严重吗 叶说很严重 叶还说赵不检讨 不认错 杨倒向了凳 没有对错问题 这就是政治 三句话 三层意思 赵明白了 开枪不可避免 5月18日 赵凌晨去医院看望绝食学生 内心有大触动 回家后 置信瞪 小平同志 献送上几位有影响的老同志的呼吁 望一跃 现在形势十分严重 最紧迫的事情 是让学生停止绝食 这是最受群众同情的 避免死人 而学生答应停止绝食 最关键的就是要求摘帽子 改变4月26日社论的定性 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运动 我反复考虑 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 做出这个让步 只要我们主要领导人 亲自到群众中 去宣布承认这一点 群众的情绪就会大大缓解 其他问题才好解决 即使我们需要采取维护秩序的坚决措施 也必须先走出这一步 然后才好行动 不然在众多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 采取强硬措施 可能引起威胁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后果 我怀着万分忧虑的心情 再次请你考虑这个建议 赵紫阳 1989年5月18日 后来有人问赵 你说的严重影响指的是什么 赵说工人罢工 想的是民生问题 工人罢工生产停摆 日用品短缺 社会会发生恐慌 一发不可收拾 信的主旨就是痛下决心 赵的语言很讲究 让步是好听的说法 依然不失居高临下面子的姿态 邓明白 让步就是妥协 削弱权力 向民主与法治的主张妥协 没有回应 邓对于是否死人不在乎 后来的事实 曾经令人鼓舞 戒严部队在进城的各个道路上 受到了学生和北京市民的阻止 被迫停止前进 5月19日凌晨4点45分 赵去广场 看望绝食学生 发表了那个 让世界悲伤不已 也让邓恼怒不已的 急息讲话 我们来的台湾了 我只是说 现在同学们的神迪啊,老老贤宅啊,已经是非常的虚弱了,你们都已经决士啊,现在就是第九天到七天了, 九天到七天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这个决士时间长了,这个神迪会早上将来难以,不伤的。 我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唯一的啊,最重要的啊,就是刚刚结束这个决士, 我们结束决士,我也知道,你们这个决士啊,是要大到你们,啊,怎么说大到你们所提的问题,是万一的答复。 但是我觉得啊,要万一的答复,我们这个啊,这个对话的取消啊,还是传统的。 有些问题,这叫生性的问题。 还是我呢,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有一些问题,它还是需要一个 wouldn't be able to be able to be a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有一些比如你们说其他的性质这类的问题。 不觉得终究可以解决。 对。 通知我们可以去的,你只得看吧 但是什么事情你们也知道,情况都是很复杂的 需要有过程,你们不能够在已经决士六天到七天 现在还是要坚持这一条,一定打到马以拉才听到决士 但是那个时候就晚了,没有发布上了 你说他年轻啊,很年轻,那一个商场 你们应该健康了,或者看到我们中国世界司法的那一天 你不想我们,我们就去拉了,无所谓 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啊,和你们培养赋予上大学,不用一样 现在四九岁,十八岁,二十几岁就这样子啊,就这样子把生命牺牲掉啊 稍微理直地想一下啊,我今天不是来给你们对话的 今天就是说,要跟你们能不能理直一些 你们像一下,你们像一下,现在已经打了什么样子的情况 你们都知道,现在当个国家非常作敬,整个社会可以说,有心不分 整个北京都在议论你们这个事情 我们这个城市啊,又是首都啊,各方面现在远走的情况啊,一天一天再增加 同志们都是好意,为我们国家好 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下去,不能够同志 造成各方面印象啊,你看,交通,允俗,工作 这就是谈定的政策啊,中国觉得这个,这个好 终止就是这么一个嫌疑 你们听着就是,中国政府绝不会就这样子 就把对话都能关起来了,绝不会 你们说提起那些问题,我们咋还可以提起它呢? 事实上不管怎么样讲话,这样满是满的一些了 事实上现在一些问题啊,还在逐步的接近啊 还在逐步的接近啊 我今天就说这一些,主要是看我一下啊,同志们 所以说我的心情啊 希望这个同志们,弄进来想一想这个问题 好! 弄进来想一想 弄进来想一想,还有这个 终止这个决士的同志们啊,弄进来想一想 这个事情不是啊,这个事情可不是 这立志,不立志的事情啊,更加想清楚这个事啊 大家这么一股举啊,年轻人啊,我们都从年轻人过来过 我们也就不险,我也不险,我也不险 我也知道当时哪个情况 没有想后都怎么样 但是死后一想啊 这些你们要,要拥进来想一想救后的事 现在已经六天了,七天了 真正要够八天,九天,四天了 我说,有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 你们就是为了要等这一天 等会答的你们慢一这一天 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 赵拿着话筒在广场的公共汽车上 发表及其讲话的形象和这句话 非常著名的河南话,一夜之间传遍了世界 赵在电视里面显得疲惫,苍老,悲凉 身后站着的中办主任,未来的总理温家宝 则是一脸的茫然 此时面对学生,赵是即将下台的总书记 也是长辈,赵不顾李鹏的坚决反对 选择天安门广场进行自己的政治告别仪式 赵要占据主动,以自己的方式 与政治生涯告别 以往权力斗争,失败方只能在家坐以待毙 然后人间蒸发 1989年6月19日至21日 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解决赵的问题 李鹏代表胡启丽、姚依林、乔石做中常委报告 定性赵的错误是支持动乱分裂党 建议撤销总书记、常委、政治局委员保留中央委员 会议最后半天 赵在会上当场宣读了书面发言 对会议报告和一些人的发言 对他的指责、批判进行了申辩 不同意对他的错误定性 第二天赴会 李鹏主持会议邓在场 邓说参加会议的人 不管是不是政治局委员都有投票权 由于赵的不检讨立场 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赵的处理加码 撤销了赵包括中央委员在内的一切职务 表决时赵投了反对票 赵声明 对撤销我的职务没有意见 但对两顶帽子不同意 不接受 随后应赵的要求 十三届四中全会散发了赵的自辩发言 为自己的六四处理温和政策进行辩护 为自己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不当 比如5月16日对戈尔巴乔夫谈话 导致对邓的伤害 比如对既往经济工作中的一些失误承担责任 赵作为没有实权的总书记 不遗余虑推动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改革家 毕露蓝绿至此到了极致 但是依然有诸多人不满意和惋惜 一种意见认为 赵应该隐忍一下 听邓的话 对学潮采取强硬态度 他来主导局面 损失会小得多 位子保下来 对中国有好处 或者六四以后 配合镇压的后果做个检讨 成为自己人 其他事情一切都好说 激进的知识分子不满意 有人说赵应该像苏联1991年819事件中的叶利钦那样 站在坦克上震臂一呼 号召军队调转枪口 对准独裁者强硬派 中国近现代以来 太需要 结束独裁专制统治的一场胜利了 中国知识分子 太需要一场民主的胜利了 于是就有了恨铁不成钢 把赵塑造成民主斗士叶利钦的形象 不仅要塑造英雄 而且要塑造完人 赵不可能 赵的回答是 那就意味着内战 受苦的是老百姓 我们欠中国老百姓太多 我们再还债啊 我无法做出这种选择 还债救赎的情节 赵有 胡耀邦有 万里有 邓也有 中共坚定的改革者都有 程度不同罢了 良知以救赎 是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 赵胡 甚至有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宗教一般的信念 也可能这种还债救赎情节 而心思手软 过强的道德反省和约束 妨碍了赵对现代政治性质 学潮危机做出正确判断 采取恰当的策略手段 同时过高评价了学生街头运动 广场抗议的政治功能 社会改造功能 没有完成另一种政治家的超越 对赵知识分子缺乏最基本的认识 赵乃知识能相 非乱世枭雄 赵不当镇压学生运动的总书记 赵曾经悲愤地说 318惨案 北洋军阀只是打死了十几个人 129运动 蒋介石也没有敢开枪 把那么多的坦克装甲车开进北京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过 只有邓小平才有这样的魄力 下这样的决心 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大的过错 面对邓赵有两难 反过来说邓也有两难 有一种观点 或许倒出了六四政治伦履的一个悖论 邓六四开枪是不得已的 他的合理性是与流行的概念冲突的 但是戒严是不是不得已 不见得 戒严当时是一个选择性的错误 现在来看 戒严的决策早了 开枪是一个难免的选择 但却是一系列错误选择的结果 戒严是和平手段远远没有显示出来的情况下 做出的选择 所以到今天 包括邓在内的人 没有人敢承认开枪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开枪镇压是许多老人及其后代的共识 他们认为如果学生民主运动成功 等着他们的是巴士底域和头颅挂在路边的电线杆上 道义在赵一方 六四后 唐欣去看望老朋友邓朴方 邓朴方对唐欣说 不管怎么说 共产党像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 总不是件好事 杨尚昆也在退卸责任 田济云说 十四大后 邓杨分道扬镳 我和杨尚昆接触比较多 杨说 六四是我党历史上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和蒋炎勇讲的一样 我问他 你在军委扩大会上 是不是讲过 六四那么大的事 只有邓能拍榜 他说 讲过 我说 这话你说过吗 他说 说过 我说 这话传到邓那里 你知道吗 他说知道 有人 有人对邓说 杨把六四的责任推到了邓身上 我问杨 你六四为什么变 他说 邓已经决定了 没有办法 中共建政以来 特别是处理六四学潮 一直存在着两个悖论 人民悖论 学运悖论 即人民政府 人民军队 镇压人民 学生运动出身的领导人 镇压学生运动 谁都有历史的道义压力 由于戈尔巴乔夫访华 这一历史性的事件 世界各大新闻媒体 蜂拥而至 让全世界人民 及时的 逼近的 全面的看到了 天安门广场 绝食学生的抗议行动 和六四镇压的全过程 根据相关研究确认 进入北京 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 是北京军区 沈阳军区 济南军区 南京军区 14个陆军集团军 空军 空降 第15军 北京军区 炮兵第14师 北京卫戍区 警卫第1师 第3师 天津警卫区 坦克第1师 武警北京总队等 总人数超过20万人 动用国防军 镇压和平示威 手无寸铁的学生 和北京市民 用坦克 装甲车 履带 碾压天安门广场 和实力长街 新闻报道 汉牛冲动 20世纪 没有任何一个学生 和平抗议民主运动 能给世界带去如此强烈的视觉 情感震撼和心灵创伤 赵在家看电视中播出的场面 流着眼泪说 怎么会搞成这样 这之后 左派计划派占上风 在新的常委 宋平等的主张推动下 在中国展开了不得人心的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以巩固社会主义阵地 防止和平演变 新任的总书记江泽民甚至要清算包产到户和把个体户搞得倾家荡产 这之后江泽民在中央党校讲话 并且作为中央文件下巴 明确说不准私营企业主入党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1990年12月12日江泽民说 李光耀和我谈话中 提出我们搞市场经济 放开稿 与国际经济拴在一起 这是不可能的 1991年7月1日至7月31日 在江泽民的支持下 宋平亲自主持了 由地方和中央国务院部队有关负责人等42人参加 高度机密的反和平演变学习班 正式名称是第三期党的建设理论研究班 消息透露后 舆论一片哗然 正指经济社会的整个局面是 中国经济1989至1990 两年持续剧烈下滑 根据统计 GN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1989年为4.2% 1990年为3.9% 1991年回升为9.3% 政治倒退 改革停滞 经济疲软 萧条 社会压抑绝望 与此同时1989年底开始 以柏林墙倒塌罗马尼亚起义军 枪毙齐奥塞斯库 苏联819事变等为标志 发生了苏东巨变 世界共产主义体系彻底崩溃 中国人的鲜血强烈的刺激 唤醒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 六四与苏东巨变的前后逻辑关系 是显而易见的 20世纪学生运动导致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 唯有六四 深度参与六四学运的陈子明说 在我看来 八九学潮是一个感情真挚 动机良好 思维偏执 处置失当 结局悲惨 后果深远的历史性事件 它的整个氛围 整个进程 整个结果 都笼罩着强烈的悲剧色彩 它的悲壮的美感将永远值得人们赞叹 并且极大的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 赵没有按照邓的意志执行戒严令 对学生开杀戒 没有按照熟安中共运行规则的体制内改革者 扼腕叹息的那样 与邓合作为期求全 保住总书记的位子 以期东山再起 至少由赵来执行戒严令 可以少死人 以小恶阻止大恶 挽救改革与威望 也没有实现一些激进知识分子和海外流亡者的幻想 像叶丽清那样 英雄般的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 给所有孱弱绝望的心灵一点鼓舞 更没有像绝大多数政治人物那样 退而求其次 检讨贵安苟且 保有较高的政治待遇和生活福利 实现软着陆 而是选择了主动放弃总书记的权力 与体制彻底决裂 进行自我放逐 以一名失败改革家的角色 回应内心深处的某种召唤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重新定义了权力的政治伦理 在中共圣王败寇 拓面自干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家品格中 注入了自尊道德的价值 如此坚决强硬的态度 使许多对赵友深入了解 对中共政治文化主流尽淫甚深 或者对中国改革 对赵抱有大期待的人大惑不解 也招致对赵六四政治选择 充满内在冲突的信念伦理 责任伦理的广泛讨论 关于赵还有很多迷 一位政治学家在分析赵六四政治选择时说 赵许多从前的下集 说他是个软弱的人 但这种印象也许是赵理解他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 和中国长期以来政治斗争的规则与习惯的结果 赵似有另外的语境 赵软禁期间如同被斯大林监视 立刻要被处决的布哈林 多有他童年时代的回忆 赵武军的儿子胆子小对母亲有依赖 赵说胆子小有点像我 赵读小学时住校 一个人趴在外面过夜 他父亲要走好几里路去学校陪他睡觉 一大早再回来 赵说胆子小的人有原则 赵还说小时候他懦弱 但是善良的人懦弱 赵把胆小懦弱 这两个很负面的性格 与原则善良联系起来很突兀 却隐约可见一条颇具有寓意的心理线索 和某种政治意志政治伦理的顽强表达 拿自己革命与改革的一生 为六四不杀中国同胞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选择做助脚 赵六四下台全家被撵出中南海 在前总书记胡耀邦曾经住过多年的地方 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六号 积累之身十五年阅读十五年 完成了以革命者为底色的 共产党体制内改革家的思想超越和自我拯救 无可复言 如本书续章所述 2017年10月第一稿 2017年12月第二稿 2018年2月第三稿 2018年6月第四稿 2018年12月9日大雪第三日第五稿 卢岳刚 欢迎继续收听《法》